连续两日的无眠之夜 我终究还是将妻子送走了 让她体面地离去 孩子已被我暂时寄养在有人之处 而我则独自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家中 连室内的灯光都不敢轻易打开 只是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 沉思 我承认我在恐惧 是妻子用她的温柔和坚持 将我从混乱的边缘 拉回了现实的生活 如今失去了她 我仿佛看到了内心深处的黑暗 正悄然蔓延 突然间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 沉宇快开门 开门啊 这声音来自我的岳母 我抹了一把脸 调整了下情绪 然后去打开了门 门外黑压压地站了一群人 我站在门口 面无表情地与他们对视 有什么事吗 我冷冷地问道 岳母朝她身后的人群挥了挥手 大家都进来 进来坐 岳父 岳母 小舅子 以及他们身后的那群人 如同潮水一般涌入我的家 我垂下眼眸 紧皱着眉头 看着那一双双脚印踏上妻子 曾心情擦拭的地板 那地板 曾是妻子劳动的成果 现在却被无情地弄脏了 岳父岳母 以主人的姿态 在我的沙发上坐下 岳母不满地看着我 小陈 你这是怎么了 没看到这么多家里的亲戚都来了吗 还不快去泡茶 准备晚饭 小舅子点燃了一支烟 一口烟雾吐出 她惬意地靠在沙发上 烟灰随风飘落 在我的皮沙发上 烫出了一个小洞 我听人说 护士有个叫gab的餐厅不错 人均四千左右吧 马马虎虎 姐夫 你就在那儿安排一下吧 大家随便聚聚 我站在原地 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一扇门后 那扇门后 常年放着一根棒球棍 我能感觉到 体内有一股暴力的力量在涌动 试图冲破理智的束缚 当本能的冲动 开始占据上风 我缓缓地迈开了脚步 向那扇门走去 岳母的催促声再次响起 快点上茶呀 这一屋子的人都等着你呢 这样像什么话 我路过餐边柜时 看到了柜上妻子的照片 她在相框里微笑着 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的血突然冷了 深呼吸 拉开椅子 坐在岳父岳母对面 我说 家里有白事 不方便招待 爸妈带着亲戚们过来 是有什么事 岳母的脸色冷下来 她把手里的手机 啪一声扔在茶几上 怎么 沈真真死了 我们连你一口饭都吃不上了 我垂下眼眸 脸去眼神里的杀气 妈 我再说一次 有事直说 没事的话 家里有白事 就不招待大家了 小舅子抱起 一脚踹在茶几上 厚重的茶几 砰一声响 朝我这边歪了几公分 陈宇 叫你姐夫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不是看在我姐的遗产上 谁他妈愿意 踏进你这破房子 遗产 我抬眼 先看向餐边柜上 老婆的照片 好一会儿 回头看满脸不愤的 岳父岳母和小舅子 有什么想法 岳父轻轻嗓子 拿出一张纸 摆在我面前 我们知道的 你和沈真真的资产 都列在这里了 包含但不限于 五百万存款 两辆车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还有你爸妈死后 留给你的洋房 我们上网查过 老洋房价值1.5亿 这套房子市场价1000万 你们的资产 有一半是你的 剩下的那半 应该有我 你妈 小军你 和你儿子 五个人平分 房子和存款 按照市场价折线 你要转给我们 5100万 至于那些 零零碎碎的 金银首饰 和名贵包包 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沈君不愿意了 爸 凭什么要留给他 沈真真那么多 名牌包包 随便找个 回收二手包包的 也是一大笔钱 说完 他起身 往衣帽间走 他走进衣帽间 打开我老婆的包包展示柜 粗鲁地扒拉着 看得上的拎在手里 看不上的 随手扔在地上 这些包 全都是我陪老婆 出国旅游时 买回来的 每一个 都是他的心头好 我又回头 看了一眼老婆的照片 他脸上的笑容 好像淡了 老婆 你也生气了 对吧 那我出口气 你应该不会怪我的吧 我等了好一会儿 老婆她也没有摇头 于是我起身 走过去拿出棒球棍 众目睽睽之下 走进衣帽间 用棍子 抵着沈君的后脑勺 你敢再动一下 真真的东西 今天我和你 总有一个人 要横着出这间房 沈君将着身子 不敢动了 岳母尖叫着扑过来 用力扯我的衣服 试图把我扯开 造孽呀 我女儿尸骨未寒 你这样对她的家人 结婚前 沈真真还知道 每个月往家里会钱 结婚后 除了每个月 三千块生活费 她是多一块都没有了 当初我就应该 把她嫁给村口 卖猪肉的老四 好歹每个月 还有吃不完的猪肉 锅灶 我仰手 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她的嘴角渗出鲜血 半边脸肉眼可见地肿起来 你 你 你 她捂着脸往后退 一直退到沈君身边 才敢停下来 我冷着脸 侧着身子让出一条路 用棒球 棍指着门口 滚 全都给我滚 沈君白了脸 慌慌张张地扯着她妈 往外走 走到我身边时 我用棒球棍拦下她 姐 姐夫 东西留下 她手忙脚乱地 把手里的包包放回柜子里 扯着岳父岳母 慌不择路地离开 第二天 我是被合伙人的信息吵醒的 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岳父岳母带着昨天 来到我家里的那群人 闹到了公司里 小舅子正站在前台训话 你们最好搞清楚 现在是什么形势 你们都知道的吧 沈真真死了 以后这公司就是我的 你们是死是活 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说完她伸手试图去摸前台小姑娘的脸 你长得漂亮 以后跟着我 吃香喝辣 我给你涨工资 视频后面 合伙人只有一句话 兄弟 我处理还是你处理 我回他 我来 起身迅速洗漱 我拿起钥匙出门 开车赶往公司的路上 我也顺便电话通知律师一起过去 我以为这事情会有一顿闹腾 没想到的是 等我赶到公司 看到沈君被公司里几个本地的小姑娘围着打 愣是被揍得鼻青脸肿 嗷嗷叫着求饶 前台小姑娘插着腰指着岳父岳母疯狂输出 两人脸色难看得要命 却硬是找不到回嘴的机会 合伙人在一旁憋着笑 看到我来了 才装模作样地上前劝架 把这群人都领到会客室里 律师也到了 我懒得跟他们废话 说了我的条件 给他们一家子五百万 此后跟他们再无瓜葛 岳母首先不愿意了 她耿着脖子说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给沈真真买了巨额的意外险 昨天算的账 还没包括保险赔的钱呢 谁知道 你是不是买了保险 又故意找人撞死他 五千一百万 现金 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沈君顶着青肿的脸 站在离我远远的地方 帮腔道 沈真真的人血馒头 好吃吗 你别拿律师来吓唬我们 我找律师咨询过了 这些都是我们应得的 那个谁 你是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吧 你最好劝劝他 要不然 到时候我们把他告上法院 搞不好会牵连到你 合伙人都被逗笑了 我跟你姐夫一样 在护士土生土长 祖辈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 就凭你们这几个一辈子也来不了几次护士的外地人 给我挠痒痒都嫌力气太小 沈君气得够呛他伸手指着我的合伙人 你别得意 等我拿到沈真真的遗产 我也会在护士买房子安家 到时候 老子弄死你 合伙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 转身离开会客室 我看着眼前这群人 想到我老婆生前 该有多辛苦 受了多少委屈 才安抚好这群吸血鬼 半点也没让他们闹腾到我面前 想着想着 我突然失了耐性 我把律师的明片推到他们面前 这是我的律师 我的条件不会改 你们想通了 随时联系他 另外 既然沈真不在了 我对你们并没有赡养的义务 所以 真真每个月会回去的三千块 从下个月开始 不会再有 你们住的酒店 房费交到今天 再不抓紧时间回去 你们就得自己交续房的钱了 说完 我便起身离开 经过前台时 让前台小姑娘通知保安感人 就遗产的事情 我详细地咨询了律师 别的都好说 我爸妈留给我的这栋老洋房 是我增祖附建的 一辈一辈传下来 是目前护士为数不多的 保存完好的老洋房了 他对我而言 纪念意义大于物质价值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把它让出去 但律师也明说 这栋老洋房 是在我和珍珍的婚姻存续期间 继承的遗产 按照现行法律 岳父岳母 以及小永子 确实有继承权 只能说 他们的要求 合法 但不合情理 没关系 我不是什么善类 如果他们愿意拿了500万走人 我就当是替珍珍进了孝道 如果不知足 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贪心不足舌吞向 果然 狗改不了 吃食我猜的一点都没错 新的天鹅子很快就来 下午 我在家里整理老婆的遗物 接到老洋房租户的电话 有一群外地人 扛着行李 在洋房门口席地而坐 声称这栋老洋房是他们的 要求租户马上撤场 我赶到的时候 他们一群十来号人 正坐在人家的大堂里 沈君指着菜单一顿点单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要 剩下的全部都赏 再开一瓶82年的拉菲 愣着干什么 我们是房东 还怕我们没钱给吗 再不去 信不信我不租给你们了 让你们老板把装修钱都亏掉 服务员为难地退下 沈君合上菜单 对岳父岳母得意洋洋地说道 真没想到啊 他们家老洋房 竟然就是这家 GAP餐厅 爸妈 这可是整个护士最高级的餐厅 看来他们家绝对不止这点资产 吃完了饭 我们好好盘算盘算 要我说 沈真真死得好 他不死 这些东西 哪里轮得到我们享受 我冷着脸上前 把手里的文件 甩在他们面前 听说你们通知租户撤场 抬头看到是我 沈君脸色白了一瞬 但很快 他耿着脖子说道 没错 你不给酒店续费 我们没地方住了 来自己的房子住 怎么了 我把文件摊开 推到他们面前 看清楚了 一年租金三百万 装修金一千万 如果房东违约 要求租户提前搬走 赔付装修金 及一年租金 一千三百万 谁结一下 听到这个数字 几个人都白了脸 这时 餐厅的负责人过来了 他把一份账单 放到岳父岳母面前 几位今天 带人扰乱我餐厅的经营秩序 造成餐厅直接损失 约五万元 请问几位 咱们是私了 还是报警解决 岳母白着脸 哆哆嗦嗦地站起来 这位帅哥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说完 岳母朝着岳父和小舅子 试眼色 一行十来个人 脚底抹油 就想开溜 走到门口 被保安拦下 你们刚刚下的单 已经在后厨制作了 按照几位的要求 本次共消费 二十五万八千元 共计二十五万八千元 可以刷卡 也可以扫码 岳父岳母满头冷汗 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沈君指着我 朝餐厅负责人大声说道 她是我姐夫 你们找她 找她要钱 我两手一摊 这里每个角落都有监控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你们的行为 与我无关 岳母啊 一声哭了出来 她跪爬过来 扯着我的裤腿 陈宇 陈宇 我是沈真真的妈妈呀 她就算死了 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们呢 沈真真都死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快把钱付了 带我们走 不能报警 不能报警啊 小君还想考公务员 报警她就完了呀 我退后两步 尚无我提的要求 如果你们答应 我可以考虑帮你们出了这个钱 不可能 岳父撑着旁边的椅子站起来 我们生他养他 沈真真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我知道了 你们搁着眼双黄戏呢 你想得美 五千一百万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我冲餐厅负责人摇摇头 走到一边坐下看戏 一群人拉扯了半天 餐厅最终失去耐性 直接报警 他们才慌了 岳母把矛头指向他们带来的那几个村里的亲戚 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最终 每人给餐厅刷卡支付了差不多三万块 灰溜溜的离场 就在餐厅门口 那几个村里的亲戚 带着岳父岳母和小舅子三人 一顿胖揍后 扔下他们扬长而去 离开餐厅 看看时间 快到点去幼儿园接儿子了 我索性在外面晃了一圈 到点了 开车回去接儿子 一路上 我都在盘算着 该怎么跟年幼的孩子解释 爸爸妈妈这么多天没有来接他 该怎么解释 以后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路上有点堵车 我回到幼儿园的时候 离放学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 坐在车里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我推门下车 站在幼儿园门口轮值的老师 刚好是儿子的班主任 他看到我 诧异地说 陈先生 您怎么来了 有不祥的预感 顺着我的几辆骨往上爬 我将着身子说 我来接浩浩 老师的脸刷地白了 浩浩给他舅舅接走了呀 我将在原地 手脚冰凉 似乎全身的血液 都从四肢百孩 往心脏倒流 老师结结巴巴地试图解释 我 我跟浩浩确认过 浩浩确实是喊他 他就 我强撑着用最后的理智问道 接浩浩的人 脸上是不是有被打过的淤青 老师忙不迭地点头 对对对 我转身就走 边走边给合伙人打电话 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 我额抖着声音求他们 去帮我找我儿子 我对每一个朋友低声吼道 我他妈给你跪下了 帮我找浩浩 去帮我找他 坐进车里 我的手剧烈地抖动着 甚至没有办法 按下一键启动的按钮 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如此刻一般 恐惧与暴力的心情 同时达到顶峰 我的左手紧紧握着 右手手腕上戴着的 老婆买给我的手表 直到冰冷的表链划伤我的手腕 有痛感从手腕处传来 我终于逐渐冷静下来 打开儿子电话手表的大 最后的定位显示在下一个路口 给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 给他提供了浩浩被带离幼儿园后 移动的方向 我坐在车里 不断地深呼吸 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浩浩长大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我的脑海里闪过无数的可能 最后逐渐会成一个念头 如果浩浩出事我也不活了 我们父子俩一起下去去找他妈妈 在此之前 我一定会把那几个畜生一起带走 二十分钟后 朋友打来电话 浩浩找到了 我疯狂闯了几个红绿灯 开车赶到朋友给我的地址 一家简陋的旅馆 警察几乎和我同时到达 门被踹开的时候 浩浩在旅馆的小床上昏睡 沈君正举着手机给浩浩拍照 我就不信 陈宇看到他儿子在我们手里 他还能不同意我们的要求 别跟我说什么打官司 时间太长了 我们耗不起的 警察破门而入 鹤枪实弹的枪口对准他们 沈君手里的手机 他一声掉在地上 我铁青着脸 上前抱起浩浩 感受到怀里的小人还有呼吸 我狂跳的心裁终于落地 朝朋友使了个眼色 我抱着浩浩 头也不回地奔往医院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浩浩只是吸入了少量的迷药 要笑过后就会清醒 我这才两腿一软 跌坐在病床边 很快 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很婉转地告诉我 他们三人一口咬死了 只是想带浩浩出去散散心 对浩浩并没有实施 任何强迫性的手段 鉴于几个人确实是浩浩的亲人 所以 即使明知道 他们的动机不纯 但理论上 很难定罪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愧疚与愤怒 几乎同时淹没我的理智 我第一次动了杀心 浩浩是老婆 给我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念想 谁敢动她 我都会让她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第二天 从朋友的安保公司里 物色了靠得住的人 全程负责浩浩的安保工作后 我又去租了一套二百多瓶 装修高档的大瓶层 然后亲自去往公安局 把岳父岳母和沈君保释出来 几人畏畏缩缩地跟在我身上 大气都不敢喘 我把他们带到租的大房子里 亲自给他们奉茶道歉 爸妈 小弟 我知道错了 昨天找不到浩浩 我才想明白 跟钱比起来 亲人才是最重要的 真真留下来的遗产 就按你们说的办 不过我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金 资产变现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 你们就留在护士 先适应适应这边的生活 我会抓紧时间把资产变现 你们也别想着回去了 除了那几千万 我给小君在护士买套房子 娶个本地的姑娘 以后 你们就踏踏实实地做护士人 几个人盯着我 脸上的表情几经变换 沈君试探着问我 昨天我们带走了浩浩 你不生气 我摇摇头 不生气 不生气 我还要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把浩浩带走 我怎么能想得明白 亲人才是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东西 岳父端起我双手 递到他面前的茶 满条丝里地喝了一口 想清楚了就好 也不是不能原谅你 这样吧 连同我们昨天的损失 你先转一百万到我账上 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我立马掏出手机 给他转了一百万 看着钱到账的短信 一家三口喜笑颜开 我就说沈真真的眼光不错 选了你 养他这么大 到死终于为老沈家 做了件好事 我把沈君安排进公司里 做我的专职司机 从那以后 我不管去哪里 都把沈君带在身边 他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不管出现在任何场合 总有人笑脸相迎 他终于见识到了 曾经他联想 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花花世界 他对我的称呼 也从陈宇变成姐夫 最后变成哥 一次商务晚宴后 我们陪着甲方 转场本是一家高档商务会所 整个晚上 沈君都盯着会所里的包厢公主发呆 熬到凌晨 把客户送走 我递给沈君一张名片 他盯着名片上的谢莉莉三个字 有些茫然 我笑 盯了人家一晚上了 也不敢上去要个微信 帮你调查过了 没有出过外场 清白姑娘 不过 见惯了风月场所的姑娘 长得又好看 不好追 给你卡里赚了五十万 先用着 不够跟我说 沈君看着我 眼眶红红的 哥 你是我亲哥 我拍拍她的肩膀 有些伤感地说道 如果你姐还在 她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你回去跟爸说 明天我回去陪她喝两杯 第二天 我提着满满当当的补品过去 岳父岳母都很开心 岳父亲自下厨 给我做了她的拿手菜 岳母负责给我们布菜 三个男人喝得醉醺醺的 恨不得把银行卡密码都交代出去 酒过三旬 岳父突然问我 小陈 你说给我们买套房子的事 怎么样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为难地说道 爸 是这样的 我想把房子落在你们名下 但沈君的收入 确实不太够负担贷款 所以我想全款给你们买 但是目前我手头的钱 离全款还是有点距离 岳父的脸色 有些不好看了 那也不能总拖着呀 小君也不小了 没有房子 他怎么找得到本地的老婆 事事事 我疯狂地点头 思索一番后 我拍着胸脯保证 爸 这件事包 在我身上 一个月内 把事情给您办得 妥妥贴贴的 第二天 我告诉沈君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给他放一天假 他有些奇怪 哥 你去哪里 咋不带上我呢 我给你拎包也好 我神秘地告诉他 我去搞点钱回来 给你买大房子 沈君的眼睛都亮了 他坚持要跟着我 我坚持不带他 第三天傍晚 我满脸红光地回来 直奔岳父家 爸 妈 小君 钱的事情搞定了 明天你们就去看房子 不用替我省钱 网柜了看 一家三口看我的眼神 比亲儿子还要亲 吃了晚饭离开的时候 岳父坚持要送送我 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 笑着跟岳母打了个招呼后 陪他一起下楼 在楼下花园里绕圈 圈又一圈 岳父东扯西扯找话题 总在关键时刻 欲言又止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爸 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 我是您半个儿子 永远站您这边 岳父搓搓手 难为情地开口道 小陈 珍珍那些包包 你也用不上了 能不能给我几个 我想也不想就摇头 不行 那是珍珍的东西 谁都不能动 岳父的脸色红了又白 欲言又止 我索性帮他挑破 爸 你要包包干什么 妈不爱用这些包 你要送给别人啊 岳父一咬牙 点点头 我 我认识了个阿姨 我们 我们聊得挺好的 他 他跟你妈不一样 他很时髦 我想给他送点 时髦的东西 我有些奇怪 之前我给您赚了一百万 一般的名牌包包 您完全买得起啊 岳父的头 都快低到地上去了 那一百万 我跟你妈一人一半 我的五十万 都用来给你阿姨买包了 我恍然大悟 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 又给他转了二十万 没事 爸 没事 这二十万你先花着 主要是要给小军买房子 我这边压力有点大 等我缓过这一阵 你给阿姨花的钱 我包了 岳父猛地抬头看我 两眼泛出泪光 我收好眼里的恨意 拍拍他的肩膀 那爸 我先回去了呀 有事您随时跟我说 第二天 沈君向我请假 说他们一家三口 要去看房 很快 我便接到朋友 给我发来的信息 前一晚 沈君搂着谢莉莉的 腰进了朋友名下的酒店 便再也没有出来过 临近中午 又续了房 这时 我的手机 又进来一条信息 是谢莉莉 陈总 任务完成 同时 银行卡的信息也到了 谢莉莉给我转账五十万 我放下手机 射自头上一把刀 这一刀 同时斩向两父子 不知道我亲爱的岳母大人 该如何应对 下午的时候 沈君回到公司了 只见他眼窝凹陷 脚步虚浮 明显就是纵欲过度 一见到我 他兴奋地跑过来 哥 哥 我跟小丽在一起了 他说 他就喜欢我这样从农村里出来的男人 他是 他让我带着五十万 去他家里提亲 哥 你能不能再借我五十万 我诧异地问他 我给你的五十万 花完了 沈君羞涩地点头 我转给小丽了 我要向他证明 我确实是他可以依赖的男人 我拍拍他的肩膀 做得对 可是 我为难地说道 目前我手里的钱 只够给你买房子了 要不房子先缓一缓 我先给钱你去提亲 沈君的脸色马上变了 不行 哥 房子要紧 提亲的钱 我自己想办法 他搭了着脑袋往外走 走到门口 突然想起了什么 又跑回来 哥 上次你消失了一天 回来就说愁 购买房子的钱了 你究竟去哪里了 我冷下脸 你不要学 沈君苦苦地哀求我 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喜欢的女朋友 我不想错过 犹豫了半天 我终于向他透露 我去了泰国 一天时间 赢了一千万回来 沈君的眼睛都亮了 哥 你下次去的时候 带上我行不行 我冷冷地拒绝他 你以为钱这么好赚 我是拿命去博的 你以为那些赌场 为什么能开下去 没有人输钱 他们靠什么盈利 沈君微微懦懦地硬了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沈君失魂落魄的背影 给朋友打去电话 可以收网了 朋友的速度很快 第二天沈君便失联了 与此同时 之前安排去接近岳父的那个女人 也给我发来信息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又过了一天 岳母给我打来电话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原来沈君拿着我给她的五十万 又去找谢莉莉 却被她告知 没有一百万 她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于是沈君便动了去泰国赌钱的心思 岳父得知 她的想法 不仅不阻止 反而大力支持 甚至拿出自己的二十万私房钱 让沈君带去泰国 却不料 父子俩在泰国 不仅输光了所有的钱 还欠下两百多万的赌债 被赌场的人扣下 岳母求我救救他们 我冷冷地告诉她 我会想办法的 便挂断电话 过了两个小时 我再次接到岳母的电话 她说岳父的情人找上门 向她摊牌 岳父不仅为她花了大量的钱财 甚至还为她购置了一处房产 岳母与岳父大吵一架 岳父却叫嚣她 早就受够了岳母这个黄脸婆 她要离婚 然后娶她的情人 岳母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淡淡地告诉她 搜集岳父出轨的证据 然后起诉离婚 分割婚内财产 她会得到她应得的一切 岳母在电话里千恩万谢 然后挂断电话 我坐在大班椅上 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通话结束 轻轻地扯出一抹冷笑 接下来的日子 我每天都关注着岳父岳母家的动态 却迟迟没有动作 直到岳母再次给我打来电话 她与岳父已经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岳父的情人拿着她为她购置的房产 转身找了一个年轻的男人 并迅速与岳父分手 岳父人才两空 此时正被赌场的人压在泰国 等着家属去赎人 岳母问我能不能看在 已经去世的真真的面子上 出钱把岳父和沈君赎回来 我二话不说 便硬承下来 挂断电话 我马上订了一张飞往泰国的机票 在赌场见到鼻青脸肿的岳父和沈君 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岳父和沈君却像是看到救星一样 扑上来拉着我的手 求我带他们回家 我皱着眉头看向赌场的人 他们拿出一张232万的账单 我二话不说 当场转账 然后带着岳父和沈君离开 在回国的飞机上 岳父和沈君抱着我痛哭流涕 他们向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踏入赌场半步 我淡淡地笑着 把他们安抚下来 飞机在护士落地 刚一开机 我便接到岳母的电话 她问我人就回来了没有 我说就回来了 现在正准备回家 岳母在电话里千恩万谢 挂断电话之前 她戚戚爱爱地问道 小陈 你 你能不能再帮帮沈家 沈君他爸在泰国欠了两百多万 他之前还为他那个拼头 花了不少钱 我们离婚的时候 财产分割完了 我 我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小陈 真正不在了 你就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希望了 你能不能 再帮帮我们 我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 妈 不是我不想帮 而是我也没钱了 岳母在电话里惊叫起来 怎么可能 你之前不是才赢了一千多万回来 我冷笑 妈 那一千多万 在泰国就已经全部花光了 不仅如此 我还为我跟真真之前的婚房 办理了抵押贷款 才把你们从泰国赎回来 岳母在电话内头发出不可置信的尖叫 那你现在住哪里 我叹了口气 我把婚房租出去了 自己租了一个小公寓住着 岳母再次惊叫起来 租来的房子 怎么可能有家里住得舒服 你等着 我马上就过去找你 挂断电话 我冷冷地看向身边满脸惶恐的岳父和沈君 刚才岳母说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两人齐齐点头 我叹了口气 我现在所有的身家就只剩下这套还在暗街的公寓和一辆代步车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跟我一起挤一挤 岳父和沈君对视一眼 齐齐点头 他们现在哪里还有更好的选择 回到家 我把仅有的一间卧室让给岳父睡 沈君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而我则睡在阳台的折叠床上 我们三人挤在这个不足五十平的小公寓里 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里 我每天早出晚归 不仅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还负责一大家子的一日三餐 不管岳父和沈君提出任何要求 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 终于 在某一天晚上 岳父向我开了口 小陈 我跟你妈离婚的时候 那套房子 是判给他的 我们现在这样 也不是个办法 你能不能 我静静地看向他 爸 你是想让我去找珍珍爸妈 把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要回来 是吗 岳父老脸一红 点点头 我叹了口气 也不是不行 只是 当初我跟珍珍结婚 你们家没有出一分钱 婚房是我爸妈出钱买的 装修也是我家搞定的 现在你们想住进来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我爸妈那边 我不好交代 岳父马上接口 你放心 小陈 只要你把我们接过去 以后 我跟小军都听你的 家里的家务活 你不用动手 我跟小军全部包园了 沈君也在一边蒙点头 是啊 姐夫 以后家里的活 你不用干 我跟爸来就行了 我看着他们 淡淡地笑了 有你们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 我便以岳父岳母离婚 他们现在居无定所为由 接他们住进我的婚房 岳父和沈君 也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每天 不管我多晚回家 家里都窗明激进 饭桌上永远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不管我在外面多苦多累 回到家永远都有热菜热饭吃 有热水早洗 我终于感受到久违的家的温暖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 这半年里 我白天在公司上班 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的温暖 我甚至已经忘记 我曾经恨过他们 直到半年后 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昏迷不行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 公司因为群龙无首 陷入一片混乱 之前我谈好的几个大项目 全部黄了 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挖走我大部分客户 公司陷入巨大的危机 而我之前为了救岳父和沈君 欠下银行巨额贷款 银行天天打电话催款 甚至给我发来律师函 扬言再不还款 就收走我的房子和车子 我曾经身家千万 如今却陷入巨大的危机 我曾经以为的家人 却在此刻 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 沈君带着他爸 迅速搬离了我的房子 甚至他们为了撇清关系 还把我拉黑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万念俱灰 我曾经是真的 把他们当成我的家人 甚至我曾经想过 如果他们愿意 我可以给他们养老送终 可是在我最危难的时候 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 我终于明白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自己 我谁都靠不住 在我昏迷一个月后 我醒了 我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我爸妈 忧心忡忡的脸 我妈抱着我 嚎啕大哭 你这个傻孩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要不是你张仪 看到你躺在医院 没人管 给我们打了电话 我们到现在 都还被你瞒在鼓里 我抱着我妈 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已经三十多岁 不仅不能让我爸妈享福 还在他们年 近六十的时候 让他们为我操心 我真是太不孝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便出了院 这一个月里 我想了很多 人永远只能靠自己 以前是我太天真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以后我不会了 出院以后 我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幸运的是 我之前的老客户们 还记得我 他们给我介绍了几个项目 我拿着这几个项目 重新组建团队 又三年 我的公司重新走上正轨 每一天 long的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